大江大河交汇处日新月异 看江苏 在了解京口瓜州的变迁时 我们感受到扬州人 对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好像有着特殊的情感 那就首先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吧 您知道南水北调吗 营养学的你 知道的 知道的 知道 那你知道水是从哪儿调的吗 水就是从我们扬州这个引江 往北边调的 从扬州江河 您知道水怎么调去北方吗 具体不知道 在这个江河的水利数量工程里面 它是从那个水池 一节一节的营养给你的 根据大家的回答 我们一路探寻已经来到了江边 在这儿呢 我遇到了扬州市江河区水务局 水政水资源科科长汤华 唐科长您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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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水域是长江淮河热江水道的夹江 与太平江的山水交汇之处 被称为山江淮 江水是从这里沿着夹江 王道河通过引江一路向北 唐科长那咱们这儿是怎么保护水制的呢 三江淮河水域受惠江淮河之水是南水摆掉东线工程的池水源头 近年来我们扬州深入设施三代一郎工程 确保南水摆掉东线源头江水摆上和淮河热江水道清水南下保障沿线地区稳定安全的水源供给 浩浩长江水奔腾北上自然作为沿途数十座大中城市 不仅极大缓解北方地区的缺水问题 还有效修复自然生态团队 现在我知道了这南水北调工程 它不仅是构建了汇集百姓的超级水网 还改善了大运河的水资源条件 那这自古向东奔流的长江水要怎么一路北上呢 唐科长跟我说就要去那个被扬州人称为尹江的地方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江都水利枢纽 在这儿有一个关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沙盘 我找到了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公司的讲解员 来带我们看一看 您好 您好 从沙盘的地理位置上看 江苏的地势和国家的地势基本相同 沉西北高 东南低 且南方水多 北方水少 为了解决苏北的缺水问题 早在上世纪50年代 江苏省就提出 以长江为源头 在三江营取水 江都站为龙头 金航大运河苏北段为龙深 从而把长江水向北送至徐州微珊瑚 有效解决苏北供农业用水 沉乡居民生活用水 以及生态环境用水 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建设 就是在原有江水北调工程的基础上 扩大规模 向北延伸 南水北调东线一溪工程 设计主管线长1466.5公里 其中江苏段404公里 沿线13个T级泵站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吊水泵站群 从而把长江水从源头的0.7米高沉 一路抬升至40米高沉 向江东半岛 烟台 微海地区送水 一路向北到达天津 北大港 二溪工程是在一溪工程的基础上 规模在扩大 路线在延伸 往北京 天津 河北保定 雄安新区送水 引长江 连淮河 川湖泊 现在我基本上是了解了 那引江究竟是如何引的呢 我听说要去江都水利枢纽的抽水站 看一看 咱们走 你们知道我身边这些轰鸣的设备 跟让江水爬楼梯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所以我找到了江都水利枢纽的讲解员 来问一问答案 你好 你好 这里是我们四站的主场坊 四站1973年开工建设的77年建成 是最后建成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崩站 目前是作为一个主力崩站在运行 左侧进水口就是长江水流进来的地方 通过真空红溪的原理提升水位高度 完成了第一级水位的提升 清水北宋南水北调让古老的大运河焕发新生 它不仅是一条历史的和文化的河 还是发展的河 致富的河 幸福的河 江河交汇润泽民生 在长江与大运河的交汇处 装载各类货物的船舶来来往往 我们注意到了中国内河航运第一闸 下一期我们将带你一同去探寻 敬请关注